《Invisal Bag 》 其實Invisal Bag 就是一個可以溶在熱水的袋子 如果冷水長時間接觸 它都會慢慢分解和溶 它溶了之後 會變回二氧化碳水和一些生物質 即是透過一些微生物品 去吃了這些袋子的物質 最終就會消失在地球上面 我們現在暫時 現成Invisal Bag 有兩款袋子 一個就是最常見到的背心袋子 另外就是普通的包裝袋子 這個真的避免不到的東西 譬如買一件衣服 你一定會有一個包裝袋子 即使你去到店裡沒有用的話 它是一個生產商 生產完的產品 其實它仍然有一個袋子包著 其實現在市面上 都已經有一些綠色的包裝 但很多時候都不是香港的品牌 可能是外國的品牌 所以你買回來 最終加到運費的時候 成本都很貴 不是每一個香港品牌都可以用得到 我們就希望推出這個給一個選擇 即使一個小的品牌 它都可以兩百個起就可以買 令到那個門檻降低了的時候 即使我想做 我都現在可以做到 對於萬事求方便的香港人來說 膠袋在生活中真的很重要 走過便利店買包零食 要個袋子 麻煩 突然想起家裡不夠口罩 落到藥房又要多個袋子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只在香港 每天都有成一千萬個膠袋 會送去堆田區 見到這樣的情況 Divana 就聯同她的法籍老公 Flavian 在香港開設了Distinctive Action 這間公司 推出了這款既方便 但又不會影響生態的Invisible Bag 希望香港人可以減少膠袋用量 但袋子都可以水用嗎? 是真的不是啊 告訴大家 其實你這個袋子 如果收到之後 你可以怎樣處理 那袋子 你一般可以在家裡找一個器皿 先放進袋子 現在這個就是剛剛真的煲滾了的水 但基本上其實平時80度的水都已經可以 你現在看到袋子已經浮了上面 正常水裡面有細菌 有些生物真 你溶了之後 基本上幾秒鐘它已經分解了 你已經看到它開始沉澱 幾分鐘之後 袋子基本上就已經整個不見了 其實你已經看到是刺穿了 它有些液體 杯水會看到好像奶白色 正常的 因為本身這個原材料 是一些奶白色的粒子 這杯水怎樣處理呢 通常我們就去廚房 倒了它 倒了它之後 基本上就一定會去排污系統 無論花噴池也好 污水處理廠也好 那些細菌就會完全可以分解到 剩下的東西就會變成液體 即是一些液體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它是無毒無害的 這麼正的環保物料 一推出應該大受歡迎 大把公司轉用了 但Divana說 哪有這麼簡單 其實困難點 有時跟一些企業說 或者大一些企業 其實他們可以做一個 工業的主持人 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亦都影響到同一個行業 其他人一起用 但因為它的考慮因素很多 時間很長 有時困難點是在於這些溝通 或者一些心思上的事情 但幸好地很驚訝 本地很多品牌是願意去使用這些產品 很多時候他們給予一個訊息 我們就說 我很開心可以遇到你 因為其實我一直已經在找這些材料 真的很可惜地 我們買回來的成本是太貴 我們不能夠承受得起 但現在我們的出現是令到它可以用到 這是我們第一次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但我們Invisible Bud的出現其實是第一個產品 我們最終的目的其實是 我們是想做一些R&D 跟一些工業合作 製作其他可以取替塑膠包裝的物料 很多人說兩夫妻搞生意 不好了吧 傷感情啊 而他們兩個還要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一個是吃頓飯都要三個鐘的法國人 一個就是什麼都要急急腳的香港人 他們又怎麼看這種差異呢 你會很開心可以跟你的婦人 會對手三個人 對手三個人 你一定要注意 對手三個人 對手三個人 對手二個人 因為這就是工具 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這不是100%的不一樣 我一定要知道 我以為她知道 我們有好處的交流 我認識她的好處 我讓她做的好處 無法合作 這是她的環境 我認識她的好處 我們知道我們做的 我們知道我們做的原因 這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好處 謝謝 謝謝 說就這麼說 但是情侶間連吃什麼都可以吵架的話 創業呀 又怎會沒有摩擦呀 當然你吵架一定會有些很負面的情緒 一定會說我分開 但其實你會發現到 因為這個商業更加知道大家 其實不能夠沒得到大家 因為大家就真是一個困難 如果少了一件事 Distintive Fashion就不會存在 本身我們一起行山的時候 想到這件事去引起我們 一起運行這個商業 而這件事是不能夠請一個員工去補 是因為真的我們自己的理念 是我們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外在環境因素影響 最簡單 我們原本是有很多外國的訂單 可以做到 但因為疫症 所有單全部都完全沒有了 因為他們都無法行業 經過這些事情其實是很灰心的 我們經常都問大家 我們走這條路是否正確的 有時他會走過來跟我說 不如我們放棄吧 我也都跟他說不做了 今天不想做了 會有這些很負面的情緒 但第二天睡醒又會想 其實如果我不做的話 真的沒有人做了 沒有人做你就繼續用膠袋 問題又不是存在在 不如我先試了 最後不行的再想 見步行步 至少我現在先試了 好像他這樣 他這樣想就是不要放棄 先試了 不知不覺 膠袋徵費已經推行了十年 但事實上 香港人的生活 依然離不開各式各樣的膠袋 你有沒有留意過 從何時開始 樓下的麵包店 已經轉了做獨立包裝 你又知不知道 那些標榜綠色的品牌 其實每一次來貨 都要拋棄成千上萬個包裝袋呢 或者你會說 這是別人的選擇 你都不能選擇 但其實 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天 都有人為著 可以給大家 有多一個選擇 而堅持和努力 那選擇就在這裏了 做不做就看你了 都寫了 我不想要做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想要做一件事 內容來做得到的